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义清在微博建立了个黄义清妈妈是小三的话题 知道他是在辟谣自己妈妈是小三的消息 可建立这个话题还是让人不理解 网上有消息称黄义清有红色背景 是一名妇二代 其父亲是上海滩最早一批在青浦造别墅的人 而母亲为指示上海河和影视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威 而河和影视正式投拍大轰炸电影的公司 崔永元曾在微博中提到过 又爆料这儿黄义清有之前一挺崔永元 到最后平板曝光崔永元的黑料 多与自己的母亲有关 黄义清也在微博毫不变怒的这儿 河和影视就是我妈的 不过这次黄表示 造谣我妈是和河的合伙人电视剧 到造谣我妈是开公关公司的 都被揭穿了 一正时和河和黄义清母亲没有任何关系 随后 网上有网友曝光 黄义清妈妈是小三 做小三养活黄义清 给一个大老板做了十几年的小三 对此 黄义清表示 说我妈是小三 说对了一半 其实正确说吧 应该是老三 因为物外公一共四个女儿 我妈排行第三 这似乎有点强词夺理的意思 同时黄义清指出 自己母亲和王树清 以上面提到的大老板 关爱情是假的 家里是世交